台湾是全球主要尾岩神钓鱼业国 拥有1400余骚大小型岩神钓船在三大洋中作业 不论是捕捞技术、船队规模及捕获量均名列世界前茅 岩神钓鱼船在高纬度海域作业投放钓耳时 当钓耳尚未沉入深水前 许多海鸟会伺机冲向鱼儿抢食 可能误食鱼钩导致伤亡 根据研究 全球有60种的信天翁科及护科海鸟曾被鱼船意外捕获 在海鸟意外混合液体上 信天翁格外受到关注 除了繁殖期以外 信天翁一生中多数时间在海上生活 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海鸟 信天翁野外寿命可达60年以上 大型信天翁繁殖年龄高 每年只产下一枚卵 因此族群成长缓慢 由于海鸟分布具有时空差异 我国在三大洋均派遣观察员观测渔船作业及意外捕获海鸟的情形 依据资料显示 太平洋海域的混合鸟种以黑族信天翁及黑背信天翁为主 大西洋海域的混合鸟种主要为漂泊信天翁 大西洋黄鼻信天翁为主 印度洋海域则以印度洋黄鼻信天翁及乌信天翁为主 延伸钓鱼业混合海鸟的问题自1990年代起受到国际关注 相关保育组织及国家开始投入本议题的研究 联合国农粮组织FAO 在1999年通过《避免延伸钓鱼业混合海鸟》之国际行动计划 为了保护信天翁等海鸟的生存权 许多国家纷纷通过海鸟国家行动计划 NPOA 以达食指保护海鸟的目的 身为全球伟延伸钓的重要鱼业国 为负起海鸟保育责任 台湾于2006年公告第一版 《延伸钓鱼业减少意外捕获海鸟之国家行动计划 NPOA Seabirds 并于2014年更新 NPOA Seabirds 建立海鸟意外捕获评估体系 程序包括 透过观察员搜集资料 建立资料库 估计海鸟混货率 定期公开资料与大众 资料搜集 自2002年起建立观察员计划 派遣观察员随船远赴三大洋 记录渔船作业情形 并收集海鸟混货资料 观察员的编制及经费已逐年增加 学术研究 进行延伸钓鱼业与海鸟互动之研究 估计混货率 探讨碧鸟措施成效 与区域性鱼业管理组织交流 并发表于国际鱼业及动物保育期刊 推动寄闭措施 近期研究显示碧鸟绳 织绳加重及夜间投绳 为减少海鸟混货之最有效方法 渔业鼠因此要求渔船 必须采行其中之两项措施 教育推广 为了宣导相关的寄闭方法及规定 渔业鼠持续对渔民及渔业公司 办理教育训练 并制发多种宣传品以达推广目的 国际合作 为强化国际交流及合作 我国积极参与相关海鸟保育国际会议 包括历届国际渔人论坛 IFF中的海鸟相关议题研讨会 并两度与国际鸟盟及中华鸟会 办理碧鸟措施研讨会 海鸟的保育是国际间 目前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 所以所有在捕鱼上面都要非常注意 特别我们台湾是有在高纬度捕鱼的船队 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船队 在高纬度捕鱼 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对这个海鸟的保育 我们必须要遵守国际的规定 也就是这个NPOA 这个国家的行动计划 必须要确立下来 而且要确实执行 那在这样执行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必须与时跟进 那因此我们已经做了一次修正 那中间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除了我们渔船 船长必须要能够落实记录以外 我们也要派我们的观察员 到海上面去做一些记录 以及做一些这个sample的收集 台湾最早的杏天翁记录 出现于西元1863年 英国驻打狗的领事Robert Swinho 曾撰文提到短尾杏天翁 与黑族杏天翁 普遍且中年可见 然而可能受到人为干扰及捕捉 杏天翁自1930年代中期后 就消失无踪了 为了渔业资源永续经营 也为了海洋生态繁衍昌盛 台湾将会持续推动 各项海洋保育措施 大家也可以略尽绵薄之力 支持推广海鸟保育政策 让海洋中的生命生生不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